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将军 我认为应该取消这次访问 不给供党一个可乘之际 这次活动天皇陛下都知道了 怎么会取消呢 是 将军 张队长 这是刚结货的中共秘电 赤总 张队长 怎么还能想称呼啊 老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志们 于政国同志啊 带来了上级的指示 韦满洲国皇帝的特使要访问辽西 日本人想借机宣传他们那个所谓的大东亚共农圈 所以上级指示我们打击这次日本人的行动 不能让他们得逞 太好了 这下我左大龙可以打冲锋了 大龙 咱们这次行动可是秘密的 日本人为了这次访问呢 调集了大量的兵力 如果咱们硬拼的话 肯定会吃亏 这样 咱们第一步计划 先干掉那个从东京来的鬼子北村 引起大乱 打乱他们的计划 观察团的记者 就会看到真实的景象 他们的目的就实现不了了 县城火车站我已经看过了 如果要等到北村下车 再接近它是绝对不可能的 到时候那里肯定有重兵把守 所以我们只能找到一个最有力的 狙击位置 一枪干掉它 你说这一枪毙命的话 难 这好吧 我的压斩夫人哪 耽误区发 我们这个任务啊 完全可以交给她 大龙 这么多年了 咱都知道她枪法好 可是到现在 大伙连她尊容都没见过呢 你这就 本房 你这就难为我了 我这老婆 有个规律 就是不能见你们任何人 我也搞不明白 你 你们谁得罪她了 不行 如果你的这位压寨夫人 不亲自下山来见我们的话 这个任务就不能交给她 这 大龙哥 事关重大 你说咱总不能找一个 从没见过面的女人 去执行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吧 大龙 咱们呢 不是不相信她 但这是组织纪律 这 这位哪儿了 这是好多年前 老婆就定下的规矩 总不能 总不能就这么破了吧 这叫什么规矩 你回去跟她说 我许致我要见她 来 先生 请慢用 大川先生 其实 我们之间还是有机会合作 无非是情报 和黄金 因此而已 很好 中国话 叫开门见山 为什么 现在 这位是 老婆 是 说 虞욱 美真 这真是一次党的情动 人家许致武要求不高 大家伙也就是要求见你一面 你别忘了咱俩的约定 你 咱们的约定 我说了 我都说了 人家根本就不听了 人家信吗 美朕 我真是搞不明白 像当年 我从十八盘山的学家把你救回来 这么多年 你总是神神秘秘的 你把我做大农当成什么了 我也算你得救命恩人吧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 跑到秋本发父亲坟前哭拜 没错 我是去摆了秋家的坟 那又怎么样 大龙 我知道你救了我 我感激你 我把你当成我的恩人 可如果你现在后悔了 我还可以回到那个学崖边上 我的姑奶奶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问问你 你跟秋家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 好 那个许之武 他不是不想让我下山打鬼子吗 我自己下山 到时候 我想打就打 想撤就撤 站住 我 烦到天了 美珍 头千年我左大龙 就这熊脾气 这几年你再也变成这样了呢 咱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咱们是授许队长的领导 俺也算是有组织的人吗 俺现在 是矿山抗日义勇军的副队长 俺也是要听命名的人哪 那俺媳妇 咱们说 要下山 就随随便便下山哪 可你是义勇军 我不是啊 我只是李美珍 我下山打鬼子 我只是为了报仇 报仇 给谁报仇 我给我爹 你爹 你爹是谁 你爹是谁 告诉我 dro 我 oper仇 啊 上前明天 即学长 我ации 兄弟 小婉她在哪儿呢 记得我们邱家酒窖 被烧毁的那天晚上 在院子里我发现了个蒙面人 她跪在地上 拜了拜就走了 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 所以没敢惊动她 你听放那孩子的 不可能 不可能是小婉 有可能 那个救我的蒙面人 那双眼睛我看着熟悉 也不知道带我去哪儿 也不知道带我去哪儿 会不会影响这次行动啊 他是小婉的 这就是你 他也认为你 是一位 明明 我 我 你都对你 有点 祝我 你说那个人 会不会是他呀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那个人 真是他的话 那天方又是谁的孩子 再说 他这般强法 也不是他的个性吧 怎么办 这日本人侵略中国 少少强掠无恶不作 改变了多少中国人的 命运 有多少人为了保卫家乡 都选和了开枪 是不是 你说得也对 可是至我 我真的觉得天方那孩子 长得像你 怎么办 你别多想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一直都觉得对不起他 小的时候 是阿爸和俄姬太宠握了 让我又骄和 又任性 又瞒不讲理 是我逼着要跟你成亲的 借口伤害了小婉 其实女人 都是痴情的 我希望有一天 她会原谅我 他要立即可 最后来他们的 特别要求她 她不到底想让我 是 最后来 是 他也不想讓我 我能够看我 你也不想让我 你也不想让我 像你 他 藏丹 如果当初小婉有身孕的话 他一定会回来找我的 如果小婉 真的怀了你的孩子 我一定会好好抚养他 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 当初 是我先对不起他的 我知道 你一直没有忘记过他 可是珠 我也真的离不开你 我都能想到你 我只是想想见 大堂 菲生 我都不如 你的事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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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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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是 你你不是 我 大川先生 张先生 请坐 大川先生痛快 大川先生痛快 县城里的共党分子策划刺杀 随同满州皇帝特使来访的北村将军 实施地点就在火车站 张先生 多谢了 赖�� ort border 核芒 放动 这是大川去吗 是我将军 進來 拿到情報了 共黨要刺殺北村將軍 共產黨要在國際幾十家媒體記者面前 刺殺北村將軍 這太不可思議了 馬上通知港村將軍 是 將軍 我是特高克的大川 我們得到了一份共黨的密電 他們要在後天的歡迎儀式上 刺殺北村將軍 製造 去吧 去吧 先生 你好 周老闆 此下已經功後多時了 這是給您準備的上等侯奎 好 最近怎麼樣 不錯 你先喝口茶 好 喝口茶 喝口茶 真是行動無限 комна HUD 一定要多指領劑的方案 好 因為 敵人的方案可能比我還要多 這次又是一次國際性攻擊 所以 敵人會採取各種防衛措施 千万无可调义尽心哪 亲组织放下 我坐 来 喝茶 我去 赵 你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 还有几天就是天皇亲定的 满洲国皇帝特使视察辽西煤矿 和国际观察团新闻记者 来采访这次活动的日期了 昨天我得到情报 中共要制造枪击事件 目标是北村将军 其目的是破坏大日本在国际上的影响 我决定把这件事情向天皇汇报 希望能够取消这次活动 可是 我受到了天皇的训斥 因为在这个时候临时取消这次行程 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这样更会大大影响日本的国际形象 那么终日亲善就会是个骗局 因此我向天皇保证 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保证这次活动的成功 北村将军届时要出现在县城火车站 为了表现对天皇的忠诚 他不用替神 不穿防弹衣 宁愿为天皇捐躯 为天皇效忠 是的 我们都会为天皇尽忠的 因为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我们会战胜一切 是 志武 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啊 好 行吧 小心啊 大哥 好 好了 大家回去吧 回去吧 走了 小心啊 回去吧 大哥 小心啊 走吧 好 各位 下面请 与国际观察团同行的 东京特使北村将军交往 天皇来殿 对这次国际活动大大的失望 但授予北村将军天皇寻仗 我们这次活动将继续进行 同时溥仪特使代表要求继续施查煤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女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saber这次视频度提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个点点表明 您需要您带来多一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作词 欢迎订阅明镜 您看到寅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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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